今天是个什么时代 东方把传统文化俗获了 年百年了 外国人把宗教教育俗获了 也是年百年以上了 那换一句话 整个社会 能理道德因果 没人相信了 对古生献献怀疑 对一切善法怀疑 对自己的善根怀疑 这是办法 而且这个怀疑是普遍的 不是少数 绝大多数 今天讲善法 没有人相信 要怀疑 什么叫善法 从前帝王 育民政策 搞这些东西 便于他自己的统治 让老百姓遵守这些 现在大家普遍接受 这个教育 不相信了 连父母都不相信了 父母爱你 应该的 你生我 你就要爱我 我可以不爱你 这么个心态 笑完全没有了 所以真的是无可奈何之事 我们只有想一个办法 少数相信人 相信的 把这少数人集中 我们大家住在一起 搞一个村 搞一个镇 我们做出来 表演出来 给大家看 大家看了 这个不错 这好啊 我们要学习 才能慢慢恢复 如果没有样子 望凭口说 没有人相信 我们过去也没有 汤池夏镇这个实验点 做出来的样子 怎么说 别人都不相信 告诉我 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 不是事实 一句话就被你毁掉了 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 过去曾经做到过的 发现过的 他不认识 不相信中国历史 认为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 外国人聪明智慧 发明机器 发展科学 中国人愚痴 什么都不会 瞧不起你 你所做所为 他们怎么肯相信 这一定要做实验 每一个国家 都用一个小城 一个小镇 那做实验点 实验点 必须要着急 有共同见解的人 共同信心的人 大家住在一起 把他做样子 做出来 大家看了 就神奇信心 要拯救这个社会 从哪里做起 从拯救信心做起 他不信 什么方法都落空 头一个要救信心 救信心就是 拉证据出来 现在科学精神 就是要证据 拿证据来 我们把无能无常 做出来 让他到家里来住几天 看看我们的生活 看看我们家庭 一团火气 这样做人好不好 还是你们家庭 你们天天吵吵闹闹 打打杀杀的 这好吗 让老人看见 你的儿孙天天 孝顺 你好 还是儿孙天天 背叛你好 老人跟儿子 不愿意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天天吵架 甚至还动手 打架 不从真理下手 是决定做不到的 一定要从十一眼下手 好吗 好吗 好吗